Wording 地匯 有些資料要幫我入住 嗯 好啊 嘴 為什麼見你動他進去 是否有什麼好處 其實一間經常要入圈 可以隔到這些位置 都經常都硬了 坐在我身上 有時候用你的頸、肩膜 這些地方都會有舒服的 其實在這個環境裡面 有很多運動都可以做 但你可以舒緩我們自己 才能提到三個部位的活動 可以強化這些部位的能力 他們可以在做事的時候 都不怕覺得我們身體很舒服 那你三下的教育 就可以在這裡做 但在教育之前 我們都要先了解這三個部位的結構 可以上網站 裡面都可以看到我們人體的結構 我們可以在這個網站 上面就會看到我們有 我們的頸部的結構 它是我們七折的頸部 所造成的 周圍都要有些人物帶 或者是我們的肌肉 所大體連結在一起 我們會看到我們肩部的結構 它都是由我們的上臂骨 即是我們的方向骨 和我們的肩膠骨 造成肩關節 周圍都會看到很多人帶 我們的肌肉和肌肉 肌肉和肌肉 包圍著它 最後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膝蓋的關節 我們有我們的大腿骨 和我們的小腿的肌肉 我們可以看到這層體 造成這一個關節 以及周圍會看到有半月板 我們不同的地方的人大 我們周圍外出面 還有一些肌肉 去回覆蓋著 造成我們這個新生關節 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個部位的運動 平時我們坐的姿勢是否不正確 是否都會影響 剛才你所說的建構性和問題 沒錯 若然我們坐的姿勢不正確 關節活動又不夠的時候 很多時候已經三個部位 周圍的這些組織 就會影響到它會有疼痛 或者關節不順 甚至肌肉無力的情況 待會做這些運動的時候 就可以解決到這些問題 那好吧 我快點教我們去試試看 我可以先退後一點 轉一下 開始我們今天的一些運動 今天我們在教的運動 會分三個部份 第一個就是 參與我們的活動 關節活動性的運動 第二個部份 亦都是一些柔軟度的運動 而第三個部份 就是一些肌力訓練的運動 首先現在開始 教你一些 關於活動度的運動 這個動作分為 頸、膝膊和膝膊的三個部位 第一個動作 就是頸部的動作 先開始 頭眼望向前方 之後呢 我們轉向我們的頭 向左邊和右邊 對了 然後呢 轉向中間 再轉向右邊 從這一個動作 從來 五次 每個方向都是五次的 那便完成了 我這個動作 了 除了左邊的轉動之外 我們的頸 還有一個 向下 和向上的活動 首先是眼睛向前方 頭向下拉低 手放在頸部的後面 再抬起頭 向上 再重複 再向下 再向上 這個動作就是上下的動作 除了左右轉動之外 向上、向下 還有左右兩側 首先眼睛向前方 側向頭向左邊 再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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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重複 左右 五次 完成 這個動作 這幾個動作 就是 直到頸部的活動 反向外 除了頸部的活動 動作之外 到肩部 我們轉向 轉動的方向 肩部的動作 如何做呢 首先是一個 轉動為肩部的動作 首先我們做一個 向後轉動的動作 抬起肩部的肩部 再轉向後 再向下 再向下 再轉向前 重複這個轉動 做五次 就是一個轉動向後 的動作 再轉向前 再轉向前 動作 再轉向前 再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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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轉向前 再向下 再重複這個 轉向前的動作 就是五次 為之完成 我們這個轉動向前 的動作 除了我們轉動向後 和轉動向前 這兩個動作之外 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 類似抗空的動作 其實我們 將肩部的肩部的肩部 和肩部的肩部的動作 對 放鬆 再向下 再向下 轉向前 再轉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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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膊头指之外 除了我们的膝头指之外 还有我们的膝头指之外 也有一个动作去做的 它会动动我们的膝关节 我们可以先伸直我们的其中一只脚 向前 然后沿着地板 我们将一只脚 滑滑向后面 对 然后再伸直 好 好 重复这个动作五次 之后我们再换 另一只脚 又重复五次 来完成我们的一个 膝部关节活动 以上所教我们的就是 真正我们的颈 肩 和膝部的关节活动 度的训练 而是一样 这些动作 我们的作用 做的过程 都要慢慢做 千万均 好快 还有每个动作 都要重复五次 才为之 完成我们这系列的动作 完成这个 首先,在这些关销中的训练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柔软度的训练 柔软度的训练亦都分成三个部位的 同样是颈、肩和膝部的三个部位的训练 我们就先做我们的颈部的柔软度训练 首先,在座部的姿势之下,我们的面向我们的右下方 然后将我们的右手跨过的头就触碰住我们的左侧 然后慢慢将我们的手用力拉我们的头向我们的右边方向 去伸展我们的左边颈的肌肉 停在这个姿势10秒之后 我们先回到原部的位置放松 然后再重复这个动作 就五次才完成我们这一侧的动作 完成我们这一侧的动作之后,记住我们还有另一侧的动作 所以将前肌肉的动作相反 后来就做另一侧的动作 去伸展我们的右边的肌肉 伸展我们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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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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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我们的伸展动作 首先我们是在我们的右手往左边的肌肉 我们的肌肉 用我们的左手托住我们的右边的肌肉 将它推到我们的左边的肌肉 去伸展我们的右边的肌肉 停在这个位置10秒之后 我们先放松 再重复这个动作五次 之为我们完成我们的右边的动作 没错 记住我们完成这五次之后 我们同样 我们的左手 都是要做相同的动作 没错 去伸展我们的左肌肉 我们的肌肉 也就是伸展我们的肌肉 10秒钟 然后呢 重复这个动作五次 除了在这个姿势之下呢 伸展我们的肌肉之外呢 伸展我们的肌肉之外呢 还有另一个动作的 就是呢 提起我们的右手 去我们的背脊后面 而且我们的左手呢 就是在跨我们的头后面之后呢 触住我们的右手手 将它拉下去 背脊后面 去伸展另一个部分的肌肉 也就是停10秒之后 放松回 重复这个动作呢 五次 才会完成这个动作呢 接起来 右手前还有呢 也相当地去 左手也要伸展左邊的肌肉 要五次稍微完成了 除了頸部的伸展之外 就到我們的膝蓋周圍的肌肉 可以稍微移動 然後伸展右腳 左手放左邊的大尾 右手放右邊的大尾 右手沿著左腳向前伸 同時我們的腰可以挺直之下的情況 做一個向下的動作 它為我們伸展右側 我們帶入後面的肌肉 當我們向前伸到盡的時候 就停在盡頭的位置10秒 然後再慢慢站起來 重複這個動作五次 稍微完成我們右側的肌肉 伸展動作 完成右側的肌肉 我們就要做到我們的左邊 一樣的肌肉 都是這樣動作 慢慢地向前伸到盡頭 慢慢地往左邊的手 向前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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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停10秒 慢慢站起來 再重複這個動作 五次 才為此完成我們這個動作 完成我們這個動作 好了 完成了這個伸展 大腿後面的肌肉 後面的肌肉 動作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伸展 向前伸 向前伸 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書桌 要先將一張 front 再攜了 funded 我們可以在一雙手部 扶著書桌 然後先用我們他的右手 去抓著我們的左腳 那就剛好 可以在身體的姿勢 在大腿上 migration 對 也沒有 cabo 在這時 最多的動作 10秒 再慢慢放下腳 重複動作五次 才完成一側的動作 同樣完成左腳後 之後我們也要做右腳 用左手捉住右腳 同樣在伸展位置 停10秒 重複動作五次 才完成直腳的動作 沒錯 除了伸展大腿前頭側的肌肉之外 另外就要伸展小腿的動作 我們稍後手扶著我們的雙胎 做一個前後攻步的動作 左腳前右腳後 然後伸展右腳小腿的動作 然後伸展右腳小腿的動作 兩個指尖 一是指向前的 雙胎伸展地 然後慢慢向下 向前這樣 墜下去 伸展右腳小腿的動作 停在伸展位置 10秒 然後慢慢站起來 重複動作 五次 才完成我們一側的伸展動作 完成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就換另一隻腳 一樣是這樣做的 再感覺一下 在伸展位置 10秒 重複五次 非常非常非常緊 另外一系列是針對我們頸部、肩部和腳部的肌肉型伸展的運動 以上關節由遠道訓練有幾個地方注意 首先要記住每一個伸展的位置千萬不要拉斜得很痛 你會感覺一點拉斜就足夠了 還有停行拉斜的位置十秒鐘 重複五次,才會完成低質的訓練